持續我跟我先生都會持續吃 我是我會補充魚油 那我為什麼會補充魚油 最主要是我們都有高血壓的病死 然後Omega 3脂肪酸 那個學術論文 大家都知道它的功能 都可以知道它很明顯 然後它可以幫助我們 調整我們的血脂 那我們可以預防這個三高的疾病 那所以通常我都會建議大家 日常生活裡面 你要多吃富含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也鼓勵大家都要吃 可是我們也同時要講 你要吃到直夠 你量也得足 量才有足夠的效用嘛 那通常我們的建議大家是 一般做保養是一天吃到1000毫克 可是你要吃到1000毫克的話 大概換算吃魚類的話 大概是你一天要吃到100公克的魚 那100公克的魚大概有多少 都是一個手長大 每一天你至少要有這樣一片的量 你大概才能夠釋取到 我要的那個1000毫克 那這個大概都是深海魚 就是富含Omega 3脂肪酸的魚種 比如說青魚 出刀魚類這一類 所以含量比較高你就可以 那如果一般般所謂的淡水魚 或是養殖魚 它的含量就沒那麼高 就不只這個 就要吃得比這個更多 所以你回過頭來 我就會想說 我是不是真的每天 能夠吃到這麼多的量 如果我吃不到 那我是不是可以借助 其他的一些的補充品 對 然後讓我把那個量能夠達到 所以我就開始慢慢就會想 那我也許就可以把Omega 3脂肪酸 這個魚油的這個保健品 就把它放進來 之前早期的魚油的保健品 他們都是用蒸餾的技術 那蒸餾的技術 大概就是可以萃取50到60%的Omega 3脂肪酸 所以58到60%也就是相對於 你另外有一半是不是Omega 3脂肪酸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吃對我來講是 我感覺比較有點負擔 然後另外一個是因為它是魚油 它是深海魚裡面去體煉出來 我也會去擔心說 你如果是用深海魚的話 那個重金屬是不是會有殘留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這個在 我在選擇這些保健員的時候 這個都是我會擔心的問題 那所以我會就開始去找 隨著那種科技在進步 其實技術越來越好 那我最近就發現說 還有一種技術叫做什麼呢 其實它是一種不會去破壞 魚油本身的一種濃縮技術 那它的濃縮技術 我剛才不是講了嗎 一般來講我們才講濃縮 我以往的話大概50到60% 就了不起了 那因為它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所以它可以 所以也就是說 相對我得到它的Omega 3脂肪酸 我在相同的體積之內 我可以得到濃度比較高一點 是 來 妳們要不要 好亮晶晶喔 來 很亮對不對 很清澈 非常美 這個我們建議的話 是每天吃兩顆一份 那它所謂含有的Omega 3脂肪量 大概就是1000毫克 那裡面呢 其實這樣對我們來講 一整天的保養的量 就可以攝取得到 妳敢這樣子咬 我敢 妳好勇敢喔 妳怎麼 有腥味嗎 有嗎 有鷹嗎 對 好厲害喔 這是魚的味道 它就是很像 吃那個鮭魚的時候 那個油 就真的是魚油 你吃吃看 是 真的 而且從深海來的 所以吃起來其實說真的 沒有什麼負擔 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老實說 我就跟妳講說 我其實會擔心 如果我選擇這個 長期在吃的東西 如果它都是大型魚來的話 我真的會擔心 所以我會去找一些 我會感覺 是不是有那種比較遠洋啊 污染比較少的啦 那個水源比較乾淨的 然後呢 魚體是比較小的 小型魚的 我比較會在乎這個東西 那我就感覺 這個廠牌似乎是 還滿能夠符合 我的選擇的標的 就是 它是有小型的體育裡面 體育出來的 而且它把它做成什麼 就是顆粒比較小 對 家裡如果有大人 老人啊 或是小朋友 吞嚥人力會比較退化的 也許他服用這個 就會比較安心 是 我就不用擔心說 會嫌到的 沒有錯 那當然我還是也會建議 鼓勵大家 日常生活魚 你還是得吃啦 不是說我吃這個 我不吃魚 因為魚 還有魚的本身的好處嘛 是 它有優質蛋白質 還有它的必要 那就是鼻子互相搭配 你就會發覺 如果我長期的使用這樣東西 對我來講 我想要預防三高 我想要做自己身體的保養 調節的話 其實都還不錯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OMG3脂肪 事實上有分EPA DPA 跟DHA 其實它是有不同類型的 是 那如果真的想 對我們剛才講說 我自己的目的是 我想預防三高這一塊 那我會建議大家 你選擇EPA含量比較高的 是 對 那如果你是有不同的需求 那你可以再去找 DHA含量高的 可能這樣會對大家比較好一點 是 沒有錯沒有錯 像我剛剛那樣咬啊 我自己是小孩有時候 用鮭魚醬油拌飯 然後我就是會 那那個還不夠的時候 我就會比如說剪一點點 然後把它淋到 淋到飯裡面拌 它吃不出來 可是它就可以把它吃進去 下次你來做給我們吃看看好不好 很好吃耶 真的 因為我們還是覺得它就是那個 你把它弄在飯裡面 對 它就 這個也不錯耶 因為它吞的時候它吞不進 它不敢吞啊 那比如說像三歲以上的小朋友 我就比較敢給它吃 我就把它淋在飯裡面 然後拌一拌 然後它就變鮭魚醬油拌飯 吃不出來 所以講到這個 我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很多媽媽會問我說 煎鮭魚 鮭魚會出油 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跟我說 那我就 對 她就用麵包 把那個油沾起來 她說我就吃到 Omega 3脂肪酸 沒有 那個其實不夠 不是 因為事實上你把鮭魚 經過煎或是烤的時候 其實 那油就不好 對 油溫已經高了 油品已經受到影響 Omega 3脂肪酸 有一部分事實上會裂解掉 所以其實像我們剛才在跟大家分享 這種所謂的萃取型的 就是基本上它是屬於溫度調控 它是低溫調控出來的 它就不會受到裂解 你才能夠確保 我真的能夠吃到完全的 Omega 3脂肪酸 所以那個已經沒用了 就淋上有用的 這樣可以 對 其實她真的會保證 只是說我很訝異說 還有這一招 把它剪破淋在飯裡面 這樣還不錯 對 這樣還不錯 對